大家好,歡迎回到《軍公開物》 今天就和陳博士一起探討一下 科學知識融入一些軍務科技的東西 今天想和大家探討什麼呢? 想和大家探討這件事叫做等離子引申這個技術 是什麼呢?其實等離子,英文叫做plasma 都算是物體的其中一個狀態 我經常稱之為第四態 就是我們講到固態、液態、氣態 然後進化到等離子的狀態 今天講的等離子引申 或者有些人講等離子的隱形技術 其實是什麼東西來的呢? 在我們講科普的軍務的時候 經常聽人家說隱形戰機、轟炸機 什麼都好,一講到隱形 很多種有光學隱形,當然這個最難 另外亦有雷達的隱形,紅外的隱形大家都聽得多 但等離子的隱形又是一件什麼事呢? 為什麼現在世界各國的科技發展呢? 等離子的隱形總是好像去到科幻小說級別 也好像比較少國家有一個很具體的成績 我們看得到等離子的隱形是什麼? 所以就非常之神秘 就快到了神秘學的範疇 事實它究竟是介乎科學、圓患 還是純粹是一種witchcraft 即是無私變出來的魔法呢? 所以今天也要跟陳博士談談它 開始之前大家記得訂閱 免費訂閱 還有記得多數要給like 包括科學生資和軍目老虎 好 我們請一下陳博士 陳博士 你有嗎? 是 Larry好 大家好 老實說到這個等離子真的要找你了 你說說到這個等離子的狀態 首先是不是都要說一下 其實等離子是什麼呢? 剛才你也說了一些 它的確是一個物質的另外一態 就是我們講到固態、液態、氣態 隨著你給它的溫度、內能越高的時候 它越有可能是呈現到這些越是游離的狀態 是不是? 氣態比液態是比較游離的 液態都會到處走的 固態就是一塊在那裡 顧著不動的了 然後在氣態以上的那些更游離的狀態呢? 那你就要想一下那些這樣的氣體的分子 它裡面還有什麼可以拆出來 那如果它是原子好、是分子好 那它就可以上面有些電子的 甚至乎已經是熱到一個地步 連電子都可以不受約束 可以到處走 就是說那些正電荷和負電荷 不是再是黏住了在個別的一粒原子 或者一個分子的中間 而是它們可以到處飄來飄去的時候 那一塊就是一個plasma 一個等離子體 OK? 就是說就說到好像很誇張 很誇張 但是其實呢 世界上有一種等離子體 是你基本上 就是小時候你就玩開了 你就會碰開了 那樣是什麼呢? 就是火 我們那些火焰呢 其實就是一種等離子體 裡面就是一種等離子狀態 所以說就說到好像作個名給它 但是我就會說 其實它可以在日常生活很容易去見到 那有些就不關這次的節目的事 其實我就說 其實還有不止第四態 那些是很大的 再說如果在固態那裡 往下面繼續冷下去 那些這樣的 就是有部分的物質 它太冷的時候 又會呈現了另外的物理特性出來的 那那些東西會不會就是屬於第五態 還是第六態呢? 那這些就牽涉到那些量子力學那邊了 有些叫做什麼 叫波式愛因斯坦凝聚體那些什麼 或者說回它人話的東西就是 其實超導體 你就可以理解做 就是當有些東西冷到極致的時候 就變了態 變了另外一種東西 超導體就有另外一個故事 那我們今天不是講這些 我們講回熱那邊 游離那邊 等離子體 等離子體的特性很特別 我們剛才說了 就是上面那些正電荷、負電荷 大家抹配那一頭 已經不受大家原先的原子去約束 可以到處飛到處走來走去 整個大堆東西本身 它裡面的正電荷、負電荷 都是大體上一樣的 但是已經就不是說這個正電荷 永遠就是拔著那個負電荷 不讓它走 而是就是大家的正呀、負呀 可以到處走的一種這樣的狀態 除了我們地面上看到的火焰 其實我們的地球 那個大氣 去到一個離地面 幾百公里 都不用去到幾百 大約是幾十、一百公里的位置 已經是有一陣 比較濃密的等離子體在那裡了 這個是因為整個大氣層 它不停地被這個外面的宇宙射線去衝擊 令到它上面那些氣體就非常的活躍 裡面那些這樣的正電荷、負電荷就非常活潑 所以有一陣等離子體在那裡 或者我們叫它做電離層 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都知道電離層有些很特別的特性 以前是會用一種叫電離層反射 來做一個遠距離的電波通訊 現在今時今日就很少用 因為自從有人做衛星技術 那些訊號可以直接射上衛星 由衛星來幫你去接力傳送 所以我們很少再聽到 用電離層微波通訊那些這樣的東西 那這裡你就知道 那些電離層本身就有一個特性 是可以幫你去反彈一些微波 就是如果一個微波射上去 你看到它的電離層那些等離子體 它就以為是撞到牆壁撞到一塊鏡就會反彈 那這個是其中一種特性 但是電離層又很有趣的 這些等離子體 如果它是一些頻率比較高的東西 那個頻率跟它自己本身擁有的自然頻率不是很合 但是比它自己本身擁有的自然頻率高很多的那些東西 它就會直接是打穿了這個等離子體的 而且甚至乎打了進去之後 還會有損耗的 會被吸收的 或者就算它 你可以想一想辦法去 就是它叫做怎樣 去拿來把這個等離子體 變成一個盾 就是說它有 你可以適當地調節 你可以給東西入不給東西出 也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為什麼很早就已經有人想到 就是說 學這個等離子體物理學 其中找到一些它對於外面電磁波的特性 就有人就想了 它不是讓每樣電磁波都過得到的 有些能夠過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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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很多都其實能夠過得到的 就是會被它爛截了 又不是吸收了 總之就會說 很多時候你會被電磁波去 尤其是比如雷達的信號 你射去的時候 它就不能夠 就是一碰到那個等離子體 就沒有東西反彈回來 那個反彈很弱很弱 弱到那個地步 你基本上就是以為那裡沒有東西 我想Larry也記得了 雷達去量度的原理 其實都是需要你射個雷達信號 然後讓那個目標物反彈出來 你量度就知道那裡有東西 舊有的那些隱形技術就是 我盡量把那個反彈做到弱一些 那個隱形戰機的形狀 我設計到就是說 基本上就令到很難有很強的信號 就沿路地彈回去雷達接收那裡 所以你看到那些隱形戰機的形狀 就是特別一些的 它就會很容易將射過來的雷達信號 就彈去其他地方 就不是彈回去地面的那個敵軍的雷達接收站那裡 就是用一個這樣的方法 另外就是它就不是用等力子體 就是如果現在看到的隱形戰機 它就要用一層隱形塗料 是不是? 我不知道Larry你以前有沒有都介紹過 就是譬如隱形戰機的那些塗料 它本身那些特性啊 還有吸不吸啊 你有沒有聽過一些類似的資料? 哦 這樣就很多啊 就是例如我們說 就算F16呢 就是它們現在新的那個塗層 叫做Outlast 5 它都有一定的 就是吸一些我們叫做隱形塗料的特性的 但是現在就沒有去到隱形塗料那麼堅 就是說它不是專門吸那些 millimeter的那些wave 就是說很小的那波段 它吸得很好的 但是它就沒有辦法做到傳波段隱形 就真是沒有意思 因為真是沒有辦法的嘛 你那種coding都不是無限後的 其實就算是等力子體 都不是說傳波段隱形的 其實都這樣 是的 就是我們要知道了 我們主要是透過那個化學的材料 來幫我去把那些雷達信號去吸收了 其實很多時候這些材料 吸收了這些這樣的能量 自己也都會熱了 所以有些另外額外加熱效應 有時候是會令人都幾 不知道怎麼辦 那些這樣的塗料 而且有很多的特性上就是說 我們很怕它會變質 就是不耐用 你怎樣維持那個塗料本身的穩定 就是不要忘記這個塗料 不是就這樣放在這裡 平時的隱形戰機都不能入雨林 因為你要令到塗料是很穩定 上到天的時候 是一個這樣的 也是超音速的飛行 出來的磨擦很厲害的 而且呢 其實就另外一種東西 跟等力子體有關 就是很多時候就是 你跟空氣磨擦得多 那種空氣磨擦 不是就是說 空氣一陣風吹過來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呢 Larry 你有沒有看過SpaceX那個直播 嗯 它那個飛船回來的時候 跟大氣磨擦 那個飛船跟空氣磨擦的地方 發出一些暗紅的光 那是很漂亮的 那個就是等力子體 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你的飛船跟大氣 高速磨擦的時候 產生等力子體 你的速度低的時候 當然就少了等力子體 就是速度高的時候 就等力子體很強 強到包住你 OK 那這件事情呢 就不要以為 跟我們今天的題目沒有關係 正正就是呢 那些導彈好 還是這些這樣的 太空飛船都好 或者是載人太空任務 去重新下來地球都好 你以一個每秒 7公里 8公里的速度去下來 就是高一點好 低一點好 多數就是 每秒鐘7公里的速度 衝回來 那個飛船本身 和那個大氣磨擦 產生高熱的熱 你會害怕 另外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周圍產生大陣的等力子體 於是乎呢 就令到你的飛船 和地面的通訊斷了 甚至乎你的地面 想用雷達去繼續找回你的飛船 飛對邊 也都拿不到訊號 因為外面包著等力子體 是不會對你雷達訊號有很強的反應 所以地面的雷達 收不回一個反射訊號 定不到你飛去哪裡 那這些就是 那些無論是洲際彈道導彈 就是你要控制它 就是准不准 還有你那些太空任務下回來 可不可以等到那個黑象之後 重新和那個飛船取得聯絡 是一個一路困擾了很久的問題 其實就是SpaceX那些任務 他希望能夠突破黑象 用的那些其實就是想 反而是想避開那個等力子體效應 好了 如果你想隱形的話 你用等力子體來想到隱形的話 就反過來就是 你希望這個 和外界或者外面探測你的能力 是將它降到最低 就是這一層這樣的等力子體 如果你不是故意產生它 你自己磨擦產生它的時候 尤其是太空任務那層等力子體 強的那個地步是阻礙你的溝通 令到有危險的 但是有沒有想過 如果是你的戰機自己能夠 不只是透過磨擦 是自己本身都有能力 產生一層等力子體來包住自己的時候 那它就是所謂一種等力子體隱形技術 就是它不停地去 用那個黑象效應 令到地面的雷達找不到你在哪裡 是不是 就是聽起來 原理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你整一層等力子體來包住自己 令到在地面上面 你用很多不同的波段的雷達技術 都是找不到你 這樣聽起來好像很棒 是不是 但是呢 這裡又要提一下 這套技術本身呢 講就很容易了 實際做是很難的 就是美國啊 俄羅斯啊 就算中國大陸 他們一直都 就是希望能夠攻克這些這樣的問題 我有不同的戰機 有不同的戰機 有不同的設計 有不同的形狀 你可不可以做到一個的裝置 是令我可以真的整個這樣的機器包住了 而且就是大家都有一陣特定濃度 特定厚度的等力子體 可以一路飛行的時候包住了 不要忘記哦 這陣等力子體不是一陣油漆來的 不是你油上去就可以的 是你不停地去產生 然後不等它好像一塊雲一樣包住你 就是那陣東西是虛無飄渺的 你很容易就衝了出去的 然後你不停地產生 就是這陣東西出來去包住自己 就是那個比喻有一點像什麼呢 就是你可不可以做到就是 就是一個 就是 就是你一隻蜘蛛一路走的時候 一路是那些屍噴得很快的 或者你是一個那些棉花糖機 一路就是那些屍產生得很快 然後就是於是乎你就算怎樣去轉的時候 它都很快可以包住你這樣 你記不記得我們有一集說超空泡魚雷嗎? 是啊 我剛剛想說 你記不記得我們說超空泡魚雷的時候 說到的一件事是 其中有一種超空泡魚雷的 那個前頭的端端要噴泡泡 為什麼會噴泡泡呢? 就是希望那些泡泡出來的那股空氣 可以跟著我們就包住了這個魚雷 就令到那個魚雷就在 雖然好像都是在水裡走 但是它一直在水裡走的時候 其實外面有一陣薄薄的空氣包著它 所以它就不用正面面對了這個水的阻力 是不是? 其實我還記得說超空泡魚雷的時候 也是講到一個問題 就是那些氣泡 它在跟那個魚雷表面作用的時候 是有一些化學狀是破壞那個魚雷表面 那也是頭痛的問題來的 而這個問題也都會在 這個等力子體的引申技術上出現 我一路譬如說 我當你在機頭製作東西出來 你當整個隱形戰機 好像我們參考空泡魚雷的玩法 在機頭製作大量產生等力子體 從而令我一路向前飛的時候 我就一路就會衝開了 我自己在前面產生的等力子體 這股東西就會散落去鋪滿了我身體 但是同時這股東西 第一 你很難很確保它 全部包到你全都陷入 另外一個最大的問題 這些等力子體本身 是在一些物理上 化學上極容易和其他東西產生反應的一些物質 因為它是帶有很多的正電荷 正電荷、負電荷在那裡 它不停地打進這個 飛行物外面的塗料裡 基本上是令到這些東西變成質 就是可以把它複蝕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你要產生一層這樣的東西很難 你產生一層這樣的東西 然後你要頂得住它 令它可以保護到你 它原意是要保護你 令到外面人不要偵測到你 但是這層東西 自己本身也是拿你自己拿得很厲害的東西 其實就是其中一個技術難關所在 那就是變成了其實聽起來很好 但是其實它自己也有一個技術就是要衝關的 但是又這麼說 其實它這個技術 它除了剛才說的那個限制之外 但是各國都仍然是這樣下去 那它還有沒有一些位置 就是大家還差一些 為什麼總是呢 就是你說很多樣的隱形的技術都做 這個就真的特別難攻克的 是不是在材料上是真的 材料科技那裡是真的很難去面對那個突破呢 那就是這樣說 我們比較一下幾種技術先 你一是就用最簡單物理的方式 就令到它的表面的信號不要直接反射回去 那這個就是基本的那種鏡的反射原理 我們這些人中學中三中四都會讀到的原理 你都會明白得到的東西來的 所以那個是最容易做的 難一點的是什麼呢? 你要找一個好一點的材料 來去將雷達信號吸收 那這個就是你的材料研發的那個開發 我們也都真的看到 世界上很多的材料可以吸光去吸得很厲害的 吸電池信號吸得很厲害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一種材料就是說 你整個那些普通激光石裡 它連那個激光都可以吸給你去的 但是那些材料通常你看到是黑色的 這個也能解釋到就是通常隱形戰機的那些塗料 外面都喜歡黑色的 因為黑色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很多的電池信號射下去都沒有反射出來 那就是黑色 黑就是沒有信號出來就是黑色的了 所以就是你如果原來那個材料靚到的地步 很大部分的電池的頻譜都是不會反射到的時候 那樣東西就黑色的 如果反過來有一樣東西它的反射能力很厲害很厲害的 那樣東西出來就像一塊鏡子一樣了 至少是銀色的就會是這樣 所以你不會看到隱形戰機外面是銀色 因為你看到銀色 它就一定不是那種雷達上隱形的戰機 是雷達上隱形的戰機 多數是一定是很暗色 深色黑色的材料 那等你仔細看就添加了另一個麻煩 因為等你仔細看就添加了另一個麻煩 因為等你仔細看就跟那些普通的材料 就是其它普通的材料就是一個純粹固態的狀態 可能它會是在比較大的風的時候容易吹爛一些東西 或者是很高溫的時候它會變質 只是怕這些而已 所以你就希望可以做到這隻材料就是更加內熱 就是沒有那麼容易受到外面照射而變化 但是如果你玩的那樣東西是一層 一層霧、一層流體來的 就是一個等你仔細看的東西的時候 它自己的形態管制是非常的飄忽的了 你還怎樣控制都可以包著你呢? 而最差的那一層東西還要是拿你的 扶食你的 所以這個就是技術的困難所在 你怎樣克服它 還有呢有些東西就是 實際上 就是令到它不是那麼吸引的 有一些的特徵 大家如果想回SpaceX那個 就是那個東西 Starship掉下來的時候 它跟大氣磨擦產生的等離子體 整個東西是暗紅色的 但是其實呢 到了那個訊號斷了之後 就是訊號斷了之前 你看到它整個等離子體已經越來越厲害了 所以其實到了真的產生整個等離子體 包著它 令到我們通訊都斷了 整個東西已經是被整個火包著 你都記得我講過 火其實就是等離子體 而整個很厚的等離子體 包著一塊東西就是整個火球來的 雷達也看不到很古怪的 但是那些人眼看得非常清楚 或者你不要用 就是你用其他的方法來去 就是將它 你只是一些可見光的 或者是紅外線的這些這樣的接收員 你就發覺就可以很容易直接就看到 這一塊這樣的東西在飛過來的 那當然我們做得雷達 就是希望在一個要超視它那裡 可以感測到它 但是呢 如果它一塊東西這麼光 就是飛過來的話 那往往可能就是 你的一些比較好一點的光學儀器 你都可以看到它 就是所以你等離子體隱形 可能有機會令到你在另外一些的光那裡 又不隱形 就是你隱形到 你遮得頭又突出一腳 就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所以為什麼來到這裡來講 等離子體技術 你一定要解答這幾個問題 你要克服它對於那個機身材料腐蝕 你要克服到怎樣可以 雲巡地分佈 令到我可以就是說 它遮住哪一塊就哪一塊 另外就是它產生的時候 又沒有辦法不要出了一個 這麼閃耀的視覺效果出來 就是這樣才是要克服這些問題 你才能夠真真正正可以駕馭到這種等離子體 引伸技術 所以我想今天大家對這個等離子隱形的技術 應該都有一個很透徹的圖畫 包括它先進的地方 它的限制 還有最後一句就是 就是紅外隱形那裡 似乎是它最差的那一塊 那這一塊也是很多時候 我們講的那些 就是現在用一些我們叫IRST 追蹤一些紅外線 裝在那些第五代戰機 甚至乎第四代戰機去追蹤 其中一個最大的武器 就是這個等離子隱形呢 我想它那個隱形技術 都還要再等一下 是啊 就是暫時我們都有見過 一些國家就叫做 都聲稱自己取得一些突破 但是就 但是你是不是講到 我們剛才挑戰到我們剛才那幾個極限呢 我想都還需要一些時間 好啊 所以說到等離子隱形呢 這件事情 可能有些國家 接下來會有些突破 那我們就儘管再看看 他們發表 或者他們那個技術上怎麼去做 好 這一節就來到這裡 今天大家記得 免費訂閱我們頻道 還有幫忙給like 包括我們講科學新知 還有郡母老虎 那我們就在下集的軍公開幕 再和大家再見 拜拜 拜拜 拜託